Zither Harp 词曲 李卓 Rose miser盛 红妆皮下佳琪 芳烟晴空万里 洋洲逃离 飘硝实力 蔓尘工具欢喜 相遇曲着力气 就算跨越千里 共渡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 阴差阳错相遇 定下因缘不已 人还终于交对到你 无人能比拟 欢喜愿假相依 换代两人不离 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 从中笔下假期 放眼晴空万里 扬州逃离 飘笑十里 满城共居欢喜 相遇取着力气 就算跨越千里 共渡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 阴差阳错相遇 定下因缘不已 人还终于交对到你 无人能比拟 已不许再寻觅 从青丝到孤心 确定拥有此生就是你 我出家之前 曾有一子 那日 我耳赶风寒 在一家药铺 抓药喝下 可怎知 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 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 害我儿惨死 那恶人 又利用我儿的死 诬陷那家药铺 说是抓错了药 害死了人民 一时间 我们家和那药铺商户 都是家破人亡 可那恶人现在还逍遥法外 甚至他要置我于死地 怎么失态这往事 听起来好耳熟啊 奶奶 你可还记得 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 寄静堂的少年 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 陆璇师父 你刚才说 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 姓甚 名谁 何方人事 师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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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太中毒了 是你 你漆的茶 你想害死他 三少奶奶冤枉啊 这茶是老太君的 方才也是在这儿漆的茶 大家喝了都没事 怎么只有他中毒了 谁知道你用我什么招数 罢了罢了 若是不信的话 我喝了便是 我喝了 瞧瞧 我也没中毒啊 天磊啊 这茶有没有毒谁也说不准 或许是在别处中的 只是来到齐府 突然发作了而已 不许是 不对啊 外祖母 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 想嫁祸给我们齐家 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 有这种可能 生意场上尔虞我诈 不提这个了 师太要紧 快 快请郎中 赶紧送师太回计上心愿 快 老太君 我也去吧 去 去 多关注 我先把你帮我 你帮我帮我去 古老太君 你帮我帮你帮我 你帮我帮我帮你帮我 怎么办 师太说不出话 也不会写字 那满肚子的冤屈 不就无法申诉了吗 靖堂兄弟 你们来祈福的路上 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 没有啊 我们是坐马车来的 一路上都平安无事 你再仔细想想看呢 对了 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 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 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 师太 师太 可怜可怜我吧 给我两个铜板吧 我看得可怜 就给了他两块铜板 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 一时觉得手臂齐痒 一直抓脑 手都抓红了 因为他只要扶着人 那么可怜 就把他扶着人 变成了马车之后 他还能够用 他要带着人 还能够用 他一直抓紧 他还能够用 他还能够用 他就去 他就极了 他也能够用 他还能够用 他都可以了 他还能够用 这毒 竟然是小喜盖下的 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 正当端足 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 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 是我们大意了 实在是太恶毒了 杀死了师太的儿子 现在又想毒害师太 危艰之际 就只能等着师父回来 看看有没有办法 能解掉师太的毒 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已死 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得想个办法 见过他才行 先生 就不能再试试吗 姑娘 师太都已经断气了 这即便是华佗在世 他也不能起此回生啊 我看 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 先生 这可怎么办呀 师太 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 死了 来人啊 来人哪 太人哪 小姐 太人哪 太人 来了来了 来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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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了 是他 是他 是他七窍流血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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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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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少奶奶 三少爷 这 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 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 晓晓 要不此事就需要跟你来做 不不不 三少爷 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 你还是找别人吧 老太君那边还有我伺候 我先退下了 太可怕了 太吓人了 小小孩 如何了 确定断气了 这下 你便放心了 你确定吗 我这双手亲自探的 那老尼姑蹊跷流血 可吓人了 确实断气了 小小 没事 从此以后 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老太君 喝点茶吧 师太的后事如何了 回老太君 三少爷买了顶好的棺木 已经将师太送出去了 说是要在城外的庙里停棺三日 请高僧来做三天法事 之后就入土安葬了 老太君 您便放心吧 话虽这么说 可师太 毕竟是在我棋府身亡的 叫我怎么能够放宽心 小巧啊 你去忙吧 今天 我要为师太念经祈福 是 这三少爷 和三少奶奶 当真是十分难查阴 前几日 官师府传来消息 他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 在江州的所有事情 全部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我 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 的确是有些本事啊 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 收数囊中了 可从没听说过 咱们三少爷又会赌啊 我看八成啊 是那三少奶奶的鬼主意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这三少奶奶 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看似心知口快 其实呀 一肚子弯弯绕绕 和那三少爷 在那祭唱心愿住着 整天也不知道 在谋划什么呢 没想到啊 一个冲喜 竟然给齐天磊 冲出一个帮手来 哼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提出掉这个帮手 你想怎么做啊 你觉得三少爷和三少奶奶 他们两个 关系如何 那还用说吗 小夫妻俩密里调油似的 感情好得不得了 密里调油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够好到几时 这天下的夫妻 有几个能够一直你弄我弄的 你的意思 是要离间他们 没错 可人家新婚燕耳 感情好着呢 我知道一人 若是此人来到吉府 定可成事 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 在暗中秘密替他谋划 而我们便可坐收着渔翁之力了 是谁啊 可少爷 按您的吩咐 于府小姐请来了 快请 秀波妹妹 好久不见 柯公子 秀波妹妹客气了 还记得老太君把我带到祁府之时 你日日跟着天雷 随着天雷一起换我表哥 怎么 这些年过去了 倒生分了不少 不如还是按照儿时的叫法 换我一生柯表哥吧 柯表哥 这一晃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秀波妹妹已经出落的 是个角色美人了 我这次来苏州谈生意 路过于府 就想着秀波妹妹已经满了三年孝期 应当是可以回客了 就特意来问了问 果然见到了秀波妹妹 时间过得可真快 一晃 祖母已经过世三年 如今这世上 就只剩下秀波 无依无靠一个人了 妹妹 来 快请坐 坐 坐 妹妹不必伤怀 你这么伤怀 让我这个故人看着 都开始心疼了 秀波妹妹 虽然你的嫡亲祖母已经过世 可外祖母还在啊 我们老太君 与你的祖母是视角 他们关系也甚是亲密 还记得那时候 你经常去我们七府玩 这三年你守孝在家 老太君也吩咐过 把你经常居住的院落 全部都要打扫干净 已被你守孝结束之后 可以来临州小住 只要妹妹愿意 住多久都可以 天磊哥哥 已经娶了少奶奶了 那园子 如今已经有了女主人了 又怎能容我一个孤女九住 妹妹这般贤淑有德 实在是令人钦佩啊 应当与爵士公子相媚 可惜 我们天磊已然有妻子 若是不然 你们二人该是多么美好的 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可惜天磊哥哥 寻找冲喜之人时 我正在为祖母守孝 无法为她冲喜 就此错过了 妹妹 这世间好男儿千千万 只要妹妹仔细寻找 必定会找到如意郎君的 柯少爷 我是秀波的奶娘 容我多一句嘴 这世上好儿郎千千万 可是在秀波心中 远不及齐三公子一人 奶娘 秀波妹妹 你竟然对天磊 还有这般心思啊 可表哥 不知那位三少奶奶是何人 这渡冰宴虽是扬州富商之女 但是论家事背景 身材相貌 都不及秀波妹妹你 我们天磊娶了这么一位女子 为是可惜了 这名女子脾气秉性 着实执拗 可惜了我们天磊甚至孱弱 还要去迁就她 怎么 她待天磊哥哥不好吗 她当然不仅你们两个 青梅竹马情一身厚啊 她从来不晓得天磊的脾气秉性 所以在照顾上面啊 就总是多有疏漏 可怜我的天磊哥哥 若是秀波能像小时候那样 随时前往祈福 我愿永远守护着他 妹妹 你当真有如此心思 是秀波一时失言了 可表哥不要介意 我 这也是女儿家的心思 无处诉说 罢了罢了 既然是秀波妹妹的心思 表哥听着也是心疼 不如表哥就助你一臂之力 帮你把天磊哥哥 抢回来 可表哥你不要乱说 秀波不懂你的意思 妹妹蹊跷玲珑心 自然懂我的意思 既然妹妹有此等心思 那表哥就让你们这对 青梅竹马再续前缘 秀波不图别道 只求能像小时候那样 日日都能见到天磊哥哥 少在他身边 秀波就心满意足了 好 可表哥一定会让老太君 把你带到灵州的 这投壶啊 讲究一个耳聪慕名 胆大心细 奶奶 看来你这沾金丝桃花团膳 是抱不住咯 那未必 行了行了 你这都还没有赢呢 就开始说大话了 赶紧投吧 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 好 同分 三少爷七仇 老太君五仇 香剩一寸 别得意 这局我替奶奶赢 好 冰宴替我投 娘子请 双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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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四仇 香剑 老太君胜 看见没有 这叫力挽狂澜 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仇 你们俩合起火来欺负我一个 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 我跟你说啊 我跟冰宴结盟那是结对了 她呀是我的小福星 身上还有几分英气 我喜欢 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 多谢奶奶 你应得的 小子没你的份了 好 好像是挺漂亮的 哎呦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 哎 哎 不高兴了 说不起说不起 怎么还不高兴了呢 输了就输了嘛 一并不夷 不离 何许都是那命中中的 少爷 这等的谁呀 这么大的款 竟让您亲自屈尊来营啊 这个人是我请的神兵 来助本少爷我一臂之力的 神兵 还一臂之力 把嘴闭上 少说听 是 外祖母 苏州余家嫡孙女 秀波小姐到了 我呀 见她拿了好些礼物 于是便先安排她去住处 把行李放下 一会儿再过来跟您老问安 好 好 小巧啊 你去把世昭 送给我的庐山云雾茶拿来 这个丫头最喜欢喝茶了 老太君 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呢 小巧禁服晚 常听老太君提起这位小姐 看来老太君是打心里疼她呢 快去吧 来者是谁啊 表弟妹啊 彻你就有所不知了 这位小姐乃是苏州永明商谷 于是姑女 那可是名门闺秀 我记得小时候是朝刚到祁府 这位小姐便已是坐上宾了 说起来 秀波妹妹与天磊自幼相识 应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 可不是吗 她祖母与我是规格密友 未出阁前 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两家是世交 我家请了交书先生 他便入住到我府上 我们同吃同住 同跟着先生学书画 闲暇的时候 我们共同摆弄女工 刺绣 我们啊 不是姐妹 胜死姐妹 后来啊 她也经常带着秀波 到我们祁府上来住一住 所以说 她和天磊是一起长大的 外祖母 您别着急 秀波妹妹马上就到 老太君 秀波小姐签来请安 好 叫她进来 请 老太君 秀波给您请安了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啊 来了就好 大小 你父母死得早 你是跟着你祖母长大的 现在她也走了 我知道你很伤心 祖母过世 留下秀波一个人 孤零零的 无依无靠 秀波为祖母代孝三年 常常梦到祖母 整夜以泪洗面 可怜的孩子 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不过没关系 你祖母走了 不是还有我吗 是不是 我们这祺府啊 也算是你的半个家了 以后会有人疼你 有人宠你的 多谢老太君 奶奶 这秀波妹妹来咱们祺府 本就是喜事一桩 你就不要再难过了 你看 我也是老糊涂了 弄得孩子也跟着伤心 秀波妹妹 一路来辛苦了 见到天磊哥哥 秀波就不觉得辛苦了 秀波常常挂念着天磊哥哥 想着三年孝气满了 就赶紧来看望哥哥 和老太君呢 对了 我还给天磊哥哥带来了旧物 记得小时候 祖母与老太君相会 带着我和天磊哥哥 去寺庙祈福 大和尚曾言 天磊哥哥麒麟之才 祖母便找金将 精心打造此物 没成想 却误了功期 后来祖母过世 秀波留在苏州 三年孝气 秀波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就想着今日 能亲手送给天磊哥哥呢 祖母疼爱秀波 给我也做了一支 小姐 那两个 罪名就是一对 天磊哥哥 你可喜欢 我说天磊啊 你瞧瞧 人家秀波妹妹 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 你就快收了吧 喜欢喜欢 多谢妹妹 多谢妹妹美意 介绍一下 这位是你的嫂嫂 这个物件呢 本也就是护身符 到时候 我与你的嫂嫂 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 就钱当作 妹妹的贺礼 我去替小侄子 先收下了 能送给天磊哥哥 和嫂嫂 作为未来侄儿的贺礼 修波心里更加欢喜呢 女嫂嫂 长你几岁呢 嫂嫂好 只听闻天磊哥哥 娶了娘子 今日见了 当真是国色美人 看着嫂嫂这样娇俏 修波心里 喜欢得很哪 多谢妹妹夸赞 妹妹也漂亮 好了好了 别站着说了 坐下 都坐下 来来来 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 快坐快坐 外祖母呀 您可能不知道 修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 在守校三年期间 她独自一人 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 还在苏州 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房 我在江州做生意 听苏州的老板提起修波妹妹 我呀 这才有所耳闻 修波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已才学着打理族业 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 还要跟老太监多请教呢 商场如战场 你这个小丫头呀 竟有这种本事 只是一个女孩子 抛头露面的 太辛苦了 日后啊 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 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 修波 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 修波还未定亲 修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 唐爱修波 护着修波 只可惜自己命苦 一直没有寻到良配 不急不急 我们的修波呀 如此地慧智兰心 日后 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 多谢老太监 对了 我还给咱们祈福上下 备了礼物 老太君那一份 也是我千挑万选 好不容易才寻来的 还望老太君 不要嫌弃修波的一番心意 老太君 咱们去那间吧 修波这份礼物 需要有茶桌 放客摆放 好 那咱们就去那间吧 湘芸 备糕点 这套官瑶瓷器 出自官瑶大师的手笔 是他的风扇之作 需要特定的时节 火候才能烧制 这世间一共就三套 修波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祖母在世时 曾教授修波点茶的功夫 她常言 要说这点茶茶道 还是老太君炉火成青 如今 我将这套茶去送给老太君 并为您点茶 奉茶 修波现丑了 老太君不要笑话修波 还望您指点一二呢 去尽用 碘茶 行 好 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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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法行云流水 外祖母 您看看 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 请老太君品鉴茶香 可表哥 这茶道精湛 茶香沁人心脾 这七茶的水 可是漏水 正是 老太君睿智 曾听祖母说起 当年常与老太君一同饭粥和糖 采集荷叶上的清香露水 在一起沁茶 雅吉 秀波也效仿此法 特意采了露水为您沁茶 聊表对祖母的哀思 也是您与我祖母的情谊见证 你这孩子呀 让我想起了你的祖母 好孩子 天磊哥哥 嫂嫂 请用茶 记得小时候 哥哥的嘴醉掉了 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 天磊哥哥尝尝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 好 尝尝 咱们 咱们 这茶调得真是好喝 多谢嫂嫂夸奖 若是喜欢 日后我每天 都给嫂嫂奉茶 秀波 你啊 就在我这儿住下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多谢老太监 秀波就算是回家了 秀波想恳请老太君 许我住在小时候的园子里 我对那里的花花草草 都有感情了呢 这有什么难的 那间屋子呀还给你留着呢 只是现在天磊成亲了 她和你嫂子就住在那园子里 老太君 秀波小姐和三少爷 从小也是一同长大的 算起来也是三少爷的半个妹妹了 这住回园子里 又不是住进三少爷的院子里 这有什么呀 秀波一见到嫂嫂就觉得投缘 想和嫂嫂多亲近些 要是嫂嫂不高兴 那秀波就不入园子了 随便找间客房就是了 没关系 秀波妹妹高兴的话 住便是了 多谢 嫂嫂 奶妈 给妻府各房的礼物都送过去了 按照小姐的吩咐 各房太太小姐的礼物都送过去了 既然来了这妻府 想要促成我和天磊哥哥的姻缘 但就要未雨绸缘 不仅要哄好老太君 还要让祁府上下都念着咱们的好 小姐说得是 秀波妹妹 柯表哥 秀波妹妹 妹妹 你今日的表现可是极好的 哄得老太君欣喜不已 我们计划的第一步 就算是成了 我看那三少奶奶 同天磊哥哥亲近得很 我与天磊哥哥的事 当真能成 妹妹 事在人为 你只需要哄得老太君开心 把你留在妻府 至于天磊那边嘛 妹妹还需要将这百炼缸 化为绕纸柔 好好撩动她的心 才能够成就美事 若此事能办成 秀波自不会亏待柯表哥 妹妹有心了 妹妹 如果你有事 表哥就不打扰了 秀波告辞 你个没良心的 活被秀波小姐勾去了 枉我平日里如此待你 你这又是吃得哪门子的醋 这真正该吃醋的 应当另有其人 小巧啊 我告诉你 杜冰雁和齐天磊 无论多么亲密 新婚燕耳如胶似漆 那也比不过 她跟秀波妹妹 这青梅竹马的情谊深厚啊 我叫你最聪明 叫你最聪明 可爱的 你最聪明 你看他的疲惯 你最聪明的情谊 你最聪明的情谊 你最终的情谊 我感觉他们的情谊 我可能在手里 我心疏地 你最聪明的情谊 你最聪明的情谊 许你满天山寂 也与无声人有情 不负真心不负雨 不负人间 亦不负情 春风绵绵复一夜 偏旧轻轻 雨打把脚步济 耳边的低迷 一座城一深情 一去相思所以兮 梦里桃花翩翩 散落伴月明 夜雨伴随阳周星 依然沉伞两剑冰 我伴飘零 许你满天山寂 夜雨柔柔人有意 因缘作对许惋惜 浪尽潜意 自尽不已 浪尽潜意 浪尽潜意 自尽不已 我伴到可爱就好 我伴到我 自尽不已